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去年的农历 七月 初一 正日 然后我们去喝酒 因为那时候有节目我们就去喝酒喝到很晚 然后发生了一些事情 这件事情开头我们需要让kick in 来解释清楚 其实这件事情隔了一年 我们也没有就是跟很多人说 因为其实隔了那么久 我们今天就是翘子才找我们 其实可以透露给大家知道嘛 是啦你们当下就跟所有人讲 没跟所有人讲可是我们没有公开给 我们公开给对 没有公开给Instagram啊 public给人家知道 就只是close friends 知道而已啦 今天翘子就是找我们两个 问我可以讲这个故事嘛 所以我也是觉得 啊已经过了那么久 时时候讲的啦 其实当时候呢事情是这样子 就是我们四个人 那时候就是有event嘛 像翘子说有event 在吧喝酒 我们喝了第三个round了 然后那个吧 换了第三间店 对对对对 换了第三间店 然后那个店已经关门了的 可是我们认识有朋友 就特地开一个楼上的一个空间给我们喝 喝的也不会很多 可是喝了三个round 你们还讲到三个round 讲到我们很烂喝 真的很烂喝 没有没有 其实三个round 大概我们只能喝八个小时啦 对对对对 所以我们没有喝喝很快 我们喝很久 就是慢慢喝 慢慢喝那种 不是那种烂喝的 那时候我们去第三间吧的时候 大概是一点多的时候 我们上去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还有几个朋友的 一上去的时候去那个酒吧 其实他就已经有feel到不对劲 乖乖就是有看到人家经过的样子 他就有说啦 可是我们就讲是小事情 其实那个酒吧的老板也是跟我们讲 是小事情 他们见惯了 到时候也是没有想那么多啊 就只是chill啊在那边chill 其实那时Ewan讲看到那个闪过那个影 其实是我来的 是哦 我那天有跟你讲吗 原来我到最后没有跟你讲 没有 我是特地走进 因为我们是在那个lobby 本来算是一个lobby 然后有一个房间嘛 然后房间是可以 就来lobby可以看进去一点点光线 看到有没有人在那边 然后那天我就走进去 我是要吓他们的 因为他们讲他们上来就感觉到一点东西嘛 我就特地吓他们 我就走进去 然后走出来 然后Ewan就杀眼了 然后我就问他什么事情 然后他看到一个人已经闪过 然后我那时心里 我心里是很开心的 因为我prank到他 我就讲没有东西啦 我就自己一个人走去 诊间 走到晚走到晚 没有东西啊 你不用怕那么多 不要想那么多 因为我觉得我当时讲出来 因为会给他骂死 所以我就不敢讲 我们第二个地点的时候 刚好那个地方后面前几天有人跳楼自杀 Routry是刚才跳楼自杀的 Routry我们去了那个酒吧 其实是那个酒吧呢 前几天就是有一个女生 在酒店里面 那楼上是酒店的 就是为情自杀跳下来 对我们 不过我们过后才知道的 大概说一下当时候事情的发生啊 就是我们那时候第三回合 喝完酒过后 就大家已经要回家了嘛 可是喝酒的那个过程中 当时候我已经有发现到 Ewan好像有一点点不对劲 就是她的讲话方式已经开始了 好像就是她平时的人就是比较保守的 温顺 你有那么直接 当天她讲话就是很直接很得罪人 然后我也是心里想 为什么她会这样说话 我们想要拉着好了 可是 我就算了吧 就这样大家都回家了 那时候回家 回家了 我们下去拿车的时候记得吗 在车里面就开始吵架了 我记得拿车 他们两个还在 在酒吧谈点 我们去拿车 我的车是 我们爸在陪一个车的前面 去车上的时候 他一直吵着 还要驾车 然后我就不要给他驾 因为我看到好像 好像不对劲 就要喝醉了 我就想 我不要给人驾 不可以驾 可是他就是那种 这样子 抢他锁石 然后跑去车上 要驾 然后我就 不用警告给他驾 一进到车上 他开始车 他开始车的时候呢 打 Return 他直接Return SOO PAM 撞到配衣的 撞到配衣的车 然后我就杀掉 我就当时我一定很生气了 我就拉着 你快点过来这边 你给我驾 我讲你给我驾 你不要驾了 然后他就很生气的 反对我 你算是不相信我是吗 你好像在听别人的故事 因为我不知道 我自己发生什么事 可是我听他们讲的时候 有一点好笑 他这样子举动 我就很生气了 你真的喝醉了 你给我快点换位置 然后配衣这时候就 跑来那个窗口那边 就Cock我们的窗口 因为我们撞他的车 你们撞到我的车 配衣讲 你们OK吗 就配衣很关心 他就在车座那边 他就这样子 蹬着配衣 然后我就跟配衣讲 他喝醉了 再没有事情 Sorry配衣 我们明天来Setter 因为很晚了 当时应该是半夜 3点 我记得3点 3点 因为我很生气了 我就赶他去旁边 换位置 所以我嫁的时候 他就跟我讲 你现在是什么意思 他问我 我讲什么东西 你喝醉了啦 我讲现在回家 他讲他要回家 我讲现在就回家咯 你要怎么样 我讲现在就回家啦 然后他就讲 我都没有撞他女人的车 你相信他女人的话 你不信我的话 哇我就真的是 我真的是傻了 我就 啊 醉了啦 我每次回家 我就转咯 转 转出去的时候 就没有太久 只是三两分长一个孔子 我要回家 还是在车场 我要回家 我要回家 我讲现在就回家 你不要这样子了 然后越来越激动 他就 开始这样 打我 丢我电话 因为我开这个位置嘛 然后我电话丢 我要回家 我回家 这样子哦 我开始 那时候我就feel到 好像有一点点不对劲了 没有遇过这样子 喝醉也不会这样子 开车 跳车 然后他跳车 他跳车 我就当然一定 stop在旁边了 然后他已经开车了 他就下去车了 突然间哭 他哭了哭 他很气惨 哭哭 我一下车 那个瞬间 我就feel到了 我想 然后我就在看那个 时间 跟 我才想到 原来今天是七月正 然后看时间 真正三点 哇 买完只能没有准 我没有遇过这样子的东西 真的 我真的是没有遇过 这时候我真的不可以了 我就打给Charles Charles啊 真的不可以了 我只是在那个路口罢 你可以救我吗 他在电话里 我笑话他就跟我讲 你是不是跟Yvonne吵架 我没有吵架 我这样 我们很好 他就讲 没有 刚才我在第二个Round的时候 Yvonne有跟我讲 他有心事 他不开心 他很烦啊 他的男人什么什么 Charles就以为我跟他吵架 可是我们真的没有吵架 很好 我真的没有吵架 我真的没有 Cokey就更好笑 看到我 诶 bro 没有事情了啦 这种东西啊 感情事情 是这样子 就这样 爱情专家 爱情专家 然后Yvonne的状态是这样 就是这个是车 躲在旁边 诶我可以躲在吗 这个是车 他躲在旁边 还是这样子 其实那时候我们以为你打他 那时候我们以为你有 诶你们是不是应该看 看Yvonne什么状态 他们没有啊 有事情的啦 我们走 我们这种 哎呀 男人跟女人吵架 哭那个男生 我没有吵架 我没有吵架 他还在那边哭哭哭哭哭哭 到底是我的错还是 可是我在看Yvonne 还在那边真的有问题哦 Charles才过去看他 什么事情啊 就去跟他讲话 然后Cokey就一直拉着我 没事情 没事情 哈哈哈哈 我觉得这个人算最比较多 因为那时候 你自己那天也跟我讲说 你跟Kid有问题 对对对 我忘了 那时你只跟Charles讲 你也跟我讲 Row 2的时候 然后Row 3的时候 我们一直在用英文讲话 你知道吗 啊你不知道啊 我也是很奇怪 为什么他一直觉得我吵架 我以为Kid动手 因为讲真的 第二 round的时候 Yvonne有跟我讲到 好像他很暴力这样 可是我认识Kid这样久 我觉得他不是这样暴力的人嘛 对不是不是 然后 我一看到Yvonne的时候 我就讲 嗯 有点不对劲了 因为他哭的那个声音 不是Yvonne的声音 好像是另外一个人的声音 他就这样躲着 躲着车的 很酷 然后又发抖 整个人 我就觉得就是 先送回家先 先回家再来打算 然后就一直劝他咯 然后过后还有 就是讲劝 差不多一个十 五到十分钟啦 他就比较冷静 冷静了过后 就要差不多 要送他回家的时候 没有没有 当时候不是这样子 没有 他 翘是跟他沟通了过后 嗯 然后翘再过来跟我讲 诶 OK啦 我觉得好像真的是 有东西咯 我讲 对呀 我讲真的是有东西好了 我讲 你们有什么办法吗 我讲 然后翘是有跟我讲过 他没有过这样子事 他不懂他怎么解决 我就讲 我们现在回家 我们就试看 帮他 帮他去我的车先 他就一直在那边 不要 他就死命 不要不要不要 就把他刚去翘的车 因为翘的车有福吗 这死命真的是 三个人 刚啊 翘就快点 找附近有什么庙 叫我去找 因为他一直在那边挣扎 然后我就快点打位 我打temper 结果真的是有一间temper 还是印度人的temper 就是不懂是印度人 我们去到哦 转过去去到那边 在半路的时候 呃 就是Ivan比较冷静了 其实在我的车 他比较冷静 我好像在朋友一样讲话 讲话讲话 然后其实我们已经 我已经feel到他 有第二个人在他的身上 对 当天不止两个 很多个 先见第二个 就一个出来先 然后我就跟他沟通 好好跟他讲话 然后他就比较OK了 走到红青灯那边 破盖啦 两条水 没有灯 我就直接走了 我又不能加快了 因为他一直捉着我 他就反抗了 他就疯掉了 直接就跟我 我们当时是三辆车的 我就走走走走走 我就跟不到车了 我又开不到位置 然后又看不到他们 我就跟着那个路走 走到超波 然后到那个神庙的时候 他就跳车 开门 爆开门 然后我就 我就stop到完 然后我就下车 他就跑出去了 我就下车我拉着他 然后我就一直问他 你要怎样 你到底要怎样 他跟我讲 然后回家 我回家 我在带你回家 你上车先 现在这样玩了 我不可以在这里 这样走吗 讲到超波一半的时候 他们两个就Youtan回来找我 终于Youtan回来找我 因为翘是手鸭 所以比较难 是因为我要一直 抓着他 一直手鸭 然后一直要 stay link 我急忙 他有三只手 他已经疯了 那天 他已经在那边大喊大叫 然后要回家 一直讲要回家 他们到了 我们也是拉着他 就跟他沟通 因为我们沟通了很久 又变成另外一个人 第三个是比较凶的 当时是 我记得我们停在一个路边 旁边就是一个大水沟 对 我们刚到的时候 他就一直讲 还要回家 人一直变 我就认到我变主角 跟我什么关系 Cookie就有跟他讲话 Cookie就有事要跟他沟通 不然他就突然间 变北京枪 去讲中国话 我可能用中国枪在讲话 过后我有问 我有问Keyn 就是Youtan回北京枪 北方向 北方 他卷舌了 卷舌 而后悔 就是那时候他可以讲得出 哇 跟他们两个 因为Cookie会讲的 等一下 因为我跟Cookie在讨论 要怎样办 怎样办 然后Cookie在跟他沟通 讲一下 突然间 转身 他要跳下去那个水锅 冲过去 要跳下去 猴彩 我们全部 会去拉 抓着拉着他 然后过后 他就又跪在草地 然后又 又开始变另外一个 他就指着他的前方 这样子 我最记得 那个妹妹 阿妹妹 那个妹妹被关着 很可怜 这样子 我跟他救他 你们快点去救啊 快点去拿索石开 那个龙救他 哈哈哈 Cookie就一直 转啊 哪里有 你想多了 没有啊 哪里有人 没有 他就在你前面 被龙子关着 你们快点去救他 这样子 这个情况 Cookie就马上拿 三支咽出来 三支香咽 哈哈哈 咽咽 拜天 这不是我会做的动作 他也是在那边大喊大叫 我是有意思的 可是我不懂我在讲什么 就他就一直在谈谈谈谈 然后过后 然后你们两个跟他一起 然后我们两个在旁边 归住 跪很久 跪很久 他跪很久 他讲很多东西 然后一直点 然后又脱衣服 Cookie身上有纹身 他不可能在陌生人面前 脱衣服 而且在大街巷巷 对 哇 这很奇怪 为什么他就会做这个举动 他有跟我讲过 他讲他不会随便给你 他知道他有纹身 他们你们应该也不知道 一般人都看不到了 当时候就 他在那边拜咽 Cookie在那边拜 然后我就跟Charles拉 Yvonne 在翘着叫我去车上休息前 因为他那时候已经是很脆弱 就是一直 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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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我们帮他 刚上车了 他在车上休息 然后我坐在翘车 车架那边 那他就在旁边 你们他们两个在那边拜咽 跟Cookie在那边拜拜拜拜 这个时候是最 哇我 这个时候是我的 那个毛啊是沾到完的 你看啦 我听他们讲 那时候哦 我这样子走着咯 他已经就是睡觉了 突然间咯 他就起来 我就看着他 好像OK咯 他的眼神好像OK咯 他就想 他在哪里 他问我 我就以为OK咯嘛 哦 没有事情啦 没有事情 我们等下就回家 OK 没有事情 他就看着我 就这样子咯 看着他 我就发现他的眼神 好像是没有神 他这样子 没有神 然后我以为是他回来了 然后他就问我一句话 你是Yvonne的男朋友吗 屌 哇 哇 这句话你没有跟我讲过 有 然后我就直接开窗口 啊跳 快来快来快来 这时候又是另外一个角色 就是我们 你刚才所做的妹妹 就是这个时候才上来 这时候他们 他就过来咯 你也是过来咯 就跟他谈咯 Cookie就跟他谈 谈甜咯 他问他就是 你从哪里来 从哪里来那些东西 嗯 然后他就讲 他坐船过来 他坐船过来 然后从中国坐船过来 然后什么之类 然后淹死啊 他就讲他死 是因为他被人家 捉掉 然后被 被绑 就好像被关在一些屋子里面 被人家捏带到死了 所以他叫我们 帮他找他的 那些尸骨 还有尸骨 送风 对对对 就是讲 他要我们带他的那个 他的魂回去 中国 就对了 就这样吧 啊对 他叫我带他的东西回去 然后我还答应他 他答应他 屌 我答应他 我那时候没有想过 我为什么会答应他 可是我就觉得 因为那时候没有办法 那时候已经 已经差不多四五 五点多了 差不多六点 六点 然后很多人 我们从三点 就其实有人在经过 看着我们的 可是 他们看着我们 我们三个大男人 一个女孩子 我急 怕人家报警了嘛 讲真 在那个大水龙旁边 就是其实是个大 达曼来的 然后我们想到这样大声 然后我对着达曼喊 我们去车找他的时候 他叫我去车找他的时候 讲很多东西的时候 Yvonne 就下车 他就 指里面 里面有一个人 我不敢进去 我不敢进去 对对对 我那时候已经很 backtrack了 我很突然了 那个讲话 那个是那个小妹妹 小妹妹 然后他讲里面有一个很凶的 就刚才那个很凶 发疯啊 你还知道 然后我就直接 对着那个里面 我喊 对 你骂他 我骂 我骂他很粗的出口 对 你有记得 我骂我过后 然后他就叫我 不要不要骂 不要骂 他也是很可怜 我骂你了 你要骂 不要骂 不要骂 那时候我还在旁边 跪着是吗 你还在跪着 他那时至少有三到四个人在里面 我觉得他应该是 因为那时七月初一 就是他的身体感觉是比较弱 他就是很容易净了 净了 净了 总结来讲 我们从第二车的那边 开始算起 那个是为情自杀的那个女人 所以 我怀疑啦 就是上了他 那边 然后跟他们讲 他很辛苦 到了第三车 他装车那个 第三车里面有一个 里面有一个 可是我觉得是装车那个 那个还是那一个来的 因为他讲 你为什么不信我 你信那个女人 他很暴力 他为情自杀 他为情自杀 所以他还是那个女人 在家去路口的时候 下车哭了 那个又 那个又是另外一个 比较脆弱那个 打电话叫你们过来 谈判的时候 要跳去大水沟 那个又是另外一个 讲北京话那个 讲北京话那个 那个北京话又是另外一个 然后突然间 又跪在地上哭 指着前面有一个妹妹 被关着很可怜 那个又是另外一个 然后再上去 敲车车上的时候 串年变神的时候 那个又变来的 五六个 这个是我看到的啦 故事的ending很特别 突然间有一个印度人过来 讲我都过来 终于有人就我们 有一个印度人过来 他应该是 直接感受到是什么事情 然后他自己暴戀一些东西 很奇怪的东西 他念印度法 印度法爱的 他就直接冷静下来 他就暈倒了 感觉暈掉 直接暈倒 直接是暈在地上 一样 我们讲 哇机会来了 终于可以抢前 还没有 就是机会来了 我们可以直接带去那个神庙 原来我们到那个神庙才懂 原来那间神庙是印度庙 然后我们讲没有办法了 总是现在印度庙也去了 没有变了 可是后来我才知道 印度人比较会做曲 对 对对对 这我讲也不懂 然后就去了过后 坐坐坐坐坐 做一大堆东西 然后拜拜一下 然后差不多是七点多八点 所以他就醒了 醒的过程我很生气 这两个扑开不在 然后他 帮你讲说 我们去帮你找眼镜 你一直讲眼镜 眼镜 里方说 哥哥你怎么在这里 我在哪里 屌罗妈你终于醒了 都知道我要死你懂吗 我当然要跳出来 就醒了 那你知道我们找了这样久 要眼镜 眼镜是在kid的pocket里面 他真的太混乱了 他还不可思议 我觉得我 我是信这种东西 可是我不信 会发生在我身上 他回到家还靠我 我就讲你 你把那些家里的刀啊 对 你都不收起来 有他跟我讲 他把那些刀收起来 我回到家 因为他已经是其实好了 他就很累 他去睡觉 他去睡觉 有他冲凉吗 我就真的很怕 不幸会突然间这样 所以我把我的刀全部哦 收收收 然后我冲凉的时候 我也不关门 我就在那边挤头 我就在那边看我门口 哈哈哈哈 一直这样子 其实他打给我的时候 我过去的时候 我看到的样子是很怕 我妈妈 因为他真的是没有遇到这样的事情 然后如果你们觉得 我们这个故事 你们不信的话 刚好是因为我的车 我有病 那个行车 行车记录器 算是入整个过程的东西 我到差不多一年后啊 前几个月 两三个月 我当时check好了 我看到这样的东西 第二次check 回的时候 不懂什么 突然间那时要看 其实我看到更多的东西 我也是 有很多一些感觉是灵异的东西 在那边飘来飘去啊 看到一个很清楚的东西 就是有一个东西 跳进去车里面 然后看一下我们的车这里 然后跑出来 冲进来我们车里 有没有这么恐怖 真的真的真的 等下我开给你们看 这个会播吗 这个会给大家看这个 全公司都看到 就是他们不要给我看 因为我怕你怕嘛 我就有回把生 因为我家里是做生料店 我妈妈是比较是 比较感应得到那些东西 看起来我的车还留着四个 还留着四个在里面 他有帮我清掉什么东西 我就过后就没有事情了 前几天我拍第一集的时候 就是我跟Yuki还有Mona拍的时候 还有响红拍的时候 就是因为我们还没有拜神 就set up 其实我忘记掉这个步骤 拍第一集的时候 我已经有试过一次 我还没有拜神我就set up 就是我们要调灯光 要看镜头那些东西 我就做到那边的时候 我就很辛苦 我一看过右手边那边 我感觉他有一个东西飞进来 要撞进去我的身体 还一飞进来 撞进去我的身体 我就直接吐 我就冲进去吐 然后我就在想在想在想 什么事情 我说丢 没有拜 还没有拜 我们就set up 因为我们每次是拜了才set up 因为我妈妈交代很清楚 对对 过后我就快点跟他们讲 听了完 注意拜 拜我过后就顺顺利利 前三天我也是这样忘记掉 我就是还没有拜 我就set up 我一坐下来的时候 我还跟他们嘻哈 我讲 啊 因为很多朋友啊 很多兄弟在看来 我还跟他们玩 一下子的话我就直接 要吐的感觉 跟Nux的感觉是一模一样 然后我一直在打歌 很严重 一直来一直来 我讲够力了 又要来 小时候我叫他们stop到晚出去拜神 然后拜回来就比较顺 下次你们要拍的东西的话 先拜拜 大家讲我很开玩笑 讲我是比较杀气的人 我有纹身那些 因为在华人来讲 就像无纹身 会带给你更有那个氧气 然后我一讲完 我们看完 footage 就有那个声音 一种一种声音 有闻点 那时候我们insert给你们看 刚才我们讲的那些 新鲜治愈器的东西 我们都会insert一点点 给大家看 比较明显的啦 给大家看一下 就会看一下你们觉得是 可能你们有科学的东西 可以跟我们讲 可能我们也想太多啊 所以希望你们来帮我们解答 其实这一集也是差不多啦 感谢Yvonne 感谢Yvonne 还有感谢Cocky 其实Yvonne还有两三个故事 我这个故事好像也不是很少人懂哦 那以前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哦 就是第二天我们有朋友甚至event嘛 我去了那边 因为我以为不可以讲啊 然后很多东西 因为去那边哦 全世界网红全部都懂的 问我 全部追着问我 原来配音是astro 配音 pengstro 因为我撞到配音的车 我一定要跟他交代 OK啦 我们就结束了这一集的鬼故事啦 如果你们喜欢的话 记得要订阅分享 留言按赞哦 我们下一集见 拜拜 любов随住 activates 我可以 裤子 50 - electrons 我们下车 你贵 vulnerable 了 Authent 就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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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